欢迎收看无线财经新闻,我是黎在山 美国股市上升,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表现反复 曾经跌超过100点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,英国脱欧,欧元区经济 美国经济局部停止运作等不确定性 抵消美中两国重开贸易谈判利好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